我覺得他們是很多花樣 這班三件客 還要14秒 這個香味真的是要命 好 這邊我們的鳳凰展翅隊已經完成 好 這邊已經完成了 有請美味天使先上鳳凰展翅隊的美食 這麼棒 有請美味天使上三件客的菜 好 不要在我面前打開就好 好 我先來品嘗一下這個 春花展翅隊的 剛才吃得太好吃了 要吃了 好香喔 好香喔 我們三個人眼巴巴的看著他們 它居然有汁的就是那種 不是爆漿嗎 但是是那種潤潤吃的那種感覺 怎麼了 Tina不滿意嗎 不滿意我可以幫你 不不不不 OK OK Sorry 好 我們再來吃 好 我們再來吃 我們三個人 在這裡 採訪 我們要去做節目 這個環節是最享受的時候 這個環節啊在我們看來就是幾家歡喜幾家愁 你說呢KC 你就吃吧 你就照着念经去吃吧 好 那我们来听听我们三位 美食大科老师的意见了 春花转就是传统菜 但是烤师傅 你们是改良了一些配方 让它不会吃到这么肥 这个你有没有蒸过在油炸的这个 没有 是用高度的就腌制过 腌了它 对 这菜我是喜欢的 到三剑客这边呢 这个有猪网油 有榴莲 还有奶酪起司 全部都是油粒的东西 但是你们很聪明用了这个 Rosemary Rosemary 可以有节力 对的 我这一个 这一票还是给 三剑客 谢谢 谢谢 三剑客拿到一个点赞 三剑客的这道菜呢 我就说满足了我们中国人讲的色香意味型 他为什么拿这个盒子来装着 当整面你打开的时候香味才一下子爆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菜式设计上的一些小小的心思 是我已经拆了 我发现这个里面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收纳盒 对 我们想拿做纪念品 人家想拿回去接着用的好吗 北上可以吗 为了你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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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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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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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 我想说说这道来自我们凤凰长翅队 这道菜大家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小肉饼 但是其实它很不容易 在这种时代浪潮中这种信息化的洪流当中呢 我们会越来越忘记掉一些民间的传统工艺 真的 我们要向历代粤菜的鲜贤们致敬 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都能够吃到若干 年轻的老味道 这种为婉胜续绝学的一种历史使命感 这个赞我给凤凰长翅队 好 凤凰长翅队也得到了一个赞 就两边真的都很好吃 这人特别像那种风情万种的美女 她只要出现 所有人的眼光都会在她的身上 这道菜呢 她就像那种很朴实的姑娘 但你一跟她相处下去 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要不要借一个给你 就是只是在乎在这一刻 我更想跟谁做朋友而已 对 那我想说作为一个广府人 作为一个广州人 那什么东西会引起我的思乡之情 什么东西能够结我的相思之苦 恐怕那确实是我们凤凰展翅队 恭喜我们的凤凰展翅队 拿到第二个点赞 好 现在第一轮以后一边是两个点赞 三千克这边是一个点赞 后面要加油了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环节就是 时来运转 本轮比拼考验的是厨师们机智应变的能力 由花式赏尾堂成员 黛摸盲盒中的两个不同的食材并进行推测 第一轮获胜的队伍可优先选择食材 两队利用所选食材 在20分钟内完成7人份的菜品烹饪 每位美食大咖有一次点赞机会 好 时来运转这个环节呢 我们每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食材 这个食材呢需要我们的赏尾团成员 通过你们的努力来告诉我们的 两边的战队 今天还一样是我们的盲盒有请 美味天使 盲盒最期待的盲盒 好 我们两组的赏尾团成员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外面派谁做代表 3 2 1 Tina 这还用纸吗 这边你们是 韦童你想玩吗 我 我一起想玩的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我也蛮想看韦童玩的 对 对 对 为什么 好玩呢 主要是好玩呢 对 好玩 对 因为刚才这边有两个点赞 所以我们的凤狂展翅队 最有优先的选择权 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 离谱 太离谱了 你看 高明都成这样了 它是生的还是活的呀 我不确定 因为我没见过这个玩意儿 来来来 请把手放进去 它数量很多 你可以先用指甲碰一碰它 看它怎么样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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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点黏黏乎乎的 对 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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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妮告诉我们你的触感 我觉得是圆圆一颗一颗的东西 圆圆一颗一颗的 然后它就是像葡萄一样的东西 葡萄 红枣 你要不要把手拿出来闻闻它的味道 对 闻一下 香吗 香吗 没什么味道啊 金刚你闻一下 你的香水喷多了 没有 我们那一口香料的味道 你摸一下这个外面周边的 它原始的状态 它还有原始的状态呢 是的 它会变身的 它在沉睡中 这是它的原始状态 因为它外面是包的泥的 是包的那种淹过的东西 是不是 好 我很期待Tina这个 我也期待Tina 来来来 我为你担心 是活的吗 你先说 以前是活的 它的奶奶是活的 它的奶奶是活的 我能不能用十个拳的放啊 可以可以 我不想用手碰 说实话吗 说实话 有点像我们家的乌龟的龟壳 你往下摸 你也接着在摸同一个地方 你用massage的感觉去摸 就出来了 massage 我就觉得我摸不到它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你马上要摸到它的屁屁了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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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一点 它好深啊 什么玩意 我闻到一股很咸的味道 你要告诉它们是什么 否则它们怎么做选择呢 我不知道 都我 都是 慢慢看味道 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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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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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烧鹅吗 我觉得有点像 还真是 现在来告诉大家了 你刚才摸到的是什么 我可听摸到的是蛋 蛋 它就把那个蛋 扣了一块蛋黄出来 是什么的 没有 刚才我摸到 而且它是那种像是 就是像鹹蛋 咸鸭蛋的那种东西 一定是做完的 好 你摸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不是鸭就是鹅 就是这一类的吧 鸡鸭鹅 就是腌制过的对不对 对 应该是 好 两位请休息一下 谢谢两位 有请我们的凤凰展示队 来选择了 你要选择哪个食材 我选择右边 因为我看见 它摸出来很多油鸡 所以应该是 挺切合今天的这个话题的 鸡商 鸡商 来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 辣鸭 辣油鸭 这边是 白鸭蛋 这个辣鸭是 广东有年头的一个历史食材吧 这叫白鸭油鸭是不是 对… 这个是东莞白鸭的一个油鸭 但是最好吃的就是清蒸 广东人本身他就很聪明 他秋风起食辣味 可恶 东莞这个白鸭那样 它有一个很著名的特点 什么 它公感公得特别多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 东莞它每年 有几十万只白鸭油鸭公感 海鸭蛋的跟那个咸鸭蛋的区别在哪里呢 咸鸭蛋是一种工艺 它用很多的鸭的鸭蛋都能做咸鸭蛋 海鸭蛋是一个品种 那么为什么叫海鸭蛋呢 因为鸭子 海鸭蛋的鸭子 它经常可以有机会吃到小鱼小虾 那种含有虾青树 比较多的这种海洋生物之后呢 虽然它的鸭蛋的蛋黄会特别的红 对 刚才你发现没有 对… 它是红色的蛋黄 但是呢 那个绝对不是人工色 所以天然的是虾青树 我跟你说 你要说虾青树在座的美女 比你更了解 虾青树抗氧化鸡啦 对啊 狂吃 反正这两种食材都是非常浪漫的 一个是吹着海风的 对 一个是吃着海鲜的 不敬待来期待一下好吗 好 梁祖老师 你们这边是会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菜 用分子料理技术做一个牧师 跟那个咸蛋黄去一起拌着吃 这听起来就很不错啊 王老师 我们今天想做一个很传统的 生炒糯米饭 可以吗 生炒糯米饭 这个跟辣味在一起绝了 我跟你说 好香啊 超香啊 东西才就好好吃 另外还有一个你们吃完饭以后 可能感觉会有力 但是我们配了一个 顺达传统的姜庄奶 姜庄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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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题 上头 上头 答… OK… 太上头了 请听题 白沙油鸭的亮晒 每需要一天亮两次 为什么需要翻晒呢 A 为了让那个油鸭的肤色 更加均匀 B 为了让油鸭味道均匀 鲜蛋失踪 我觉得应该是颜色 好肤色 B 是妹的 颜色他本来就在那边有了 他不需要翻晒他 请选择